张柏芝儿子心照曝光,小Q美眼超向谢霆锋,大儿子到底经历了什么? 很奇怪女明星生完孩子是不是都不会变胖的? 今天有网友晒出一组张柏芝一家现身机场的照片,一家从新加坡返港,戴住墨镜的柏芝推驻行李车载住Quintus,素颜皮肤状态超好,产后恢复得好快。 小Q也越来越帅了。 不得不说张柏芝的脸真的太能打了。要知道她是刚出月子啊。看看这容光焕发的样子。 感觉两个儿子都长大了不少啊,大儿子远处看完全就是缩小板谢霆锋。 两个这么帅的儿子真是羡慕。虽然带孩子很辛苦,但张柏芝也算是很幸运了。而且我觉得两个儿子被她养住非常有情。 车里这几张仿佛看到了她20岁左右在电影《烈火战车2》的影子,哪里是刚出月子的人啊?老天对某些人真的过分偏爱。 小儿子美眼超将谢霆锋啊!而且笑起来很喜气,可爱。 大儿子美眼超将谢霆锋啊! 大儿子到底经历了什么?小!时候可爱、帅气,长大反而没那么出彩了。 期待以后两个常开的样子。话说一点都不担心她们长歪,父母太美貌了。 小儿子好转猛啊!不过我现在在街上也经常看到这种清秀的小男孩。 小儿子好转猛啊!不过我现在在街上也经常看到这种清秀的小男孩。 小儿子好转猛啊!长大就不一定了,张百之小儿子有伟大的基因支持,应该会越来越帅。 小儿子好转猛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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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儿子貌似越长越东南亚了,感觉眼睛都变小了,嘴巴变大了,总之比小时候要不好看很多。 小儿子倒是白白,看来照顾两个小孩总有一个会顾不上。 小儿子真是剪了点父母的优点,搭配在一起就挺好看的。 大儿子我真的看不出像张柏芝还是像谢霆锋,感觉越长大五官横向拉宽了,不过现在这个时期应该是青少年尴尬期,过了大概会好看起来吧。 毕竟爹妈基因摆在那里,我觉得他们两个长大以后绝对很帅。 但就目前来讲,我觉得小儿子五官更出挑,气质也更好。 最后再晒几张张百只的机场照,这个年龄刚生完孩子素颜还有这个状态,真的服,女神就是女神。 快四十岁了,素颜口红都没涂,脸是真能打。 最最羡慕她的头发和发际线。 要是脸上再稍微有肉就是齐聚之王里的柳飘飘了,做完月子刚刚好。 虽然很好奇小王子爸爸是谁,不过看张百只最近的状态应该很幸福,祝福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